佩奇 乔治 你们两个今天来比赛画画 那妈妈 我们今天比赛画什么呀 那佩奇 你就画一个丁老头吧 好的妈妈 没问题 那妈妈 我画什么呀 你画画不是特别好 那你就画一个小花朵吧 好的妈妈 好了 比赛开始 妈妈等一会儿来检查 如果谁画的好 妈妈这个周末就带谁去动物园玩 诶 对了 妈妈刚才让我画什么呢 我怎么给忘了呀 对了 等会儿姐姐画什么 我就画什么吧 姐姐 你先画吧 好 那我先画 一个丁老头 献我两弹球 让他三天还 他说四天还 给个大烧饼 三根韭菜 三毛三 一块豆腐 六毛六 一寸糖葫芦 七毛七 好了 弟弟 我已经画好了 该你了 哦 姐姐画的是丁老头 那我的题目肯定和姐姐的一样 那我也画一个丁老头吧 好了 我也画好了 孩子们 妈妈看你们画的怎么样了 诶 瞧着 你这画的是什么呀 丁老头呀 妈妈 你看我是不是比姐姐画的好呀 可是我明明让你画的是一朵小花呀 你怎么画成了丁老头呀 啊 小朋友们 我的妈妈真的让我画 小花嘛 如果是就发送素子一 如果不是就发送素子二吧 小猪 佩琪 乔治 猜猜我今天带了什么好吃的 哇 好香呀 这是什么呀 这是蛋挞 这块树里嫩的 太好吃了 我也要吃 还有鸡蛋的香味 小朋友们 你们肯定也喜欢吧 喜欢我们的视频记得点击关注 佩琪 你看这是什么呀 哇 是烤鱼 我最喜欢吃烤鱼了 那我们就开始吃了 嗯 这是太好吃了 要是乔治 就最好了 乔治也喜欢吃鱼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我吃了几条鱼吗 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 佩琪 乔治 妈妈准备做番茄炒鸡蛋 可是没有鸡蛋了 你们能去超市帮妈妈买些鸡蛋吗 当然没问题了 妈妈 对呀 妈妈 没问题 那妈妈 我们这就去 哎 小猫 佩琪 你怎么在这里呀 哦 是佩琪 乔治呀 我的妈妈生病了 所以我来帮助她 对啦 你们需要买什么呀 Candy 姐姐 我们需要买鸡蛋 好 这就给你们 哎 姐姐 你看那个小恐龙玩具 好像是真的 弟弟 走 不要管了 我们赶快回家 不然妈妈一会儿会等着急的 不好了 不好了 佩琪 乔治 快跑 小恐龙玩具变成真的了 啊 我们该往哪里跑呀 要不然我们就躲在这棵树后面吧 啊 那 那个恐龙真是太吓人了 这个怎么办呀 姐姐 我好害怕呀 佩琪 乔治 小猫看点 别害怕 猪猪啥哥哥来保护你们 恐龙 别想欺负小朋友们 看我的猪猪射线发射 看我的 哈哈 恐龙 打不到我吧 看我的猪猪光波的厉害 啾 啾 啾 啊 猪猪侠哥哥 你真是太厉害了 对啦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猪猪侠哥哥打败了谁吗 如果是恐龙就发送素子一 如果是怪兽就发送素子二吧 白雪 贝儿 你们两个的房间怎么这么乱呀 衣服鞋到处乱扔 如果今天不把房间收拾好 你们两个哪也不许去玩 贝儿 姐姐 你好今天怎么了 怎么对我们这么严格呀 哎呀 白雪妹妹 别管了 别管了 我们还是赶紧把房间收拾好吧 那好吧 我们就把它收拾好吧 放这里 放这里 白雪 贝儿 你们怎么这么乖呀 还主动把你们的衣服 鞋都收拾好了 啊 母后 不是你让我们收拾的吗 把你们的衣服 鞋收拾好了没有 哎 你是谁呀 我是王后 你是谁呀 我才是王后呢 啊 别儿姐姐 原来有两个母后 可是这到底谁才是我们的母后呀 对啦 白雪妹妹 我有办法了 我们最喜欢吃母后做的红烧鸡翅 要不然我们问一问不就知道了吗 好呀 别儿姐姐 你可真聪明 好了好了 你们别吵了 我来问一问你们 我们最喜欢吃什么呀 我当然知道了 你们最喜欢吃糖果 才不是呢 你们最喜欢吃母后做的红烧鸡翅 哈哈 小鸡前的小朋友们 现在我已经知道 谁才是我们的母后了 你们知道吗 赶快在评论区留言 发送他们的编号 告诉我吧 小猪配其猜菜 今天吃什么呢 嗯 这是什么呀 这是烤盘 哇 是牛排 我最喜欢啦 我要吃全熟 哇 好烧呀 哇 好烧呀 小朋友们 你们和配其一样 喜欢吃牛排吗 小猪配其猜猜猜猜 今天我准备了什么 我什么都不想吃 啊 是苦瓜炒鸡蛋 我不吃 配其我做的苦瓜不苦 你尝尝看 嗯 这苦瓜吃起来 真的不苦 还有鸡蛋的香味 有点好吃 这苦瓜吃起来 还有鸡蛋的香味 但是它没吃 对 是因为这种鸡蛋 也不吃 不吃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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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们虽然苦瓜苦 但是很有营养了 啊 是是是 小怪兽来了 快快快快快跑 佩奇 别跑 我不是来伤害你的 我是想做好人 和你们一起玩 啊 小怪兽 你要做好人呀 对呀 我要做好人 你同意吗 小怪兽 你想做好人也可以 必须要通过我的考试 考试 我都没上过学呀 放心吧 小怪兽 我不会给你出题的 只要你做一件好事就行 你表现及格 那从此以后你就是好人了 真的吗 那真是太好了 可是我从来没做过好事呀 没关系 我会帮助你的 走吧 哎 佩奇 你看那里有人欺负乔治 我去主持他 你快住手 你干什么 为什么要欺负乔治 快把东西还给乔治 我不还 你是谁呀 我是小怪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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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小怪兽呀 给 给 你 谢谢你呀 小怪兽 你真是一个大好人 哈哈哈 我真是太感动了 终于有人说我是好人了 小怪兽 你的表现及格了 以后你就是好人了 不行 小怪兽不能当好人 他欺负我 我 我没有欺负你 好了好了 你们别吵了 我们问问手机前的小朋友们吧 小朋友们 你们说 小怪兽能不能做好人呢 如果同意的话就给他打100分 如果不同意的话就打0分吧